体育创业的基础窗口到底在哪里 当前阶段 我们说由于改革是循序渐进的 这些体育IP它并不是一口气 全部的一个高度 一个非常灵活的姿态进入市场的 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 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目前还处于一个资源驱动的一个阶段 怎么讲 即使阿里体育把很多大学生的这些运动赛事 从大体鞋运营权牵到了自己的手里面 我们说它在绝大多数的操作上面的话 还是要继续跟体制内打交道的 那么你要为这些从体制内出来的赛事服务的话 我们最后的最后归根结理的话 还是你需要去进入了他们那个圈层里面去 这就是当前阶段的一个特征 是一个资源驱动性的一个时代 体育资产的上化仍需提升 体育创业需要有足够的资源支持 最核心的资源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体育IP 你要做体育创业 OK 我们第一件事就要问 你手上有什么体育IP 或者说是你能够服务于哪些体育IP 更加退一步的讲是 你能够为哪些体育IP的适当化运营方 给他们进入到他们的供应商的行业里面去 这个是我们在做体育创业 在当前阶段所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因此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呢 在市场上面的很多体育公司 他们的资源的驱动的这个特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即使他们是一些很市场化的公司 刚刚举了一些阿里体育的例子 现在我们来举另外一个公司 也是一家做的非常优秀的公司 叫做游人体育 游人体育在这个市场上面的名声可能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老外做的公司 它的创始人叫做Android Collins 是一个老外 远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 做了一家体育营销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做的很早 是1999年就开始做了 游人体育 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1617年那会儿 那会儿科比正好退役 他把NBA的科比 引到了中国 然后和中国的这个游人体育一个手笔 一个老外 把他一个海外的体育IP 引入到中国 为一家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公司 做这个我们说做代言 这个就是游人体育一个手笔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分析 为什么是资源驱动性呢 因为首先你得认识科比 你得能够打入到这个科比 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很私人的圈子里面去 你才能够成为他在中国的这么一个商业的这样一个经纪人 或者是这个代言人 只有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 这些公司才能够获得这样的市场机遇 同样的道理来看的话 前一阵子这个C罗 他签约了中国的长城汽车底下的一个叫魏的一个品牌 大家如果关注体育这个赛道的话 也是能够看到的 这一桩签约的话 也是由中国的体育营销公司来操作的 而这家体育营销公司的话 往上游他能够去接触到那些IP 至少能够接触到C罗的经纪人叫做门泽斯 在国内他能够为C罗找一堆这样子的品牌厂商 然后帮助大家签线成功 这个指的是国外的 那么我们说在国内的话 你在做体育创业的话 你也是一样要服务于这些IP 你要打入到这些体育IP的最核心的圈层里面 你比如说 如果你要做篮球方面的一些生意的话 你怎么着的话 都应该要去和蓝鞋和CBA的商业公司 需要跟他聊一聊 看看怎么样去嵌入他们的产业链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思路 但是这个只是当前阶段的事情 这个当前阶段的状态的话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IP它的整个的控制权和它的定价的话 它是依然在当前这个改革阶段 依然属于一个非市场化的状态 所以你需要花很多资源和很多公关的成本去做 但是往后看的话 随着商务行改革的推进 这样一个状态会逐渐的被一个商务行机制给替代掉 怎么讲呢 如果说中国有很多家公司 都能够同时去接触到C罗 都能够同时打入到科比的这么一个商业圈子里面去 那么科比到底跟谁合作 哪一个品牌通过哪家公司能够去接下到科比 那么就不再是一个资源关系的这么一个事情了 而更多的是要靠什么呢 靠专业的能力 靠专业驱动 为什么 一句话叫做市场化程度的提升 使得资源向市场价值靠拢 市场价值对应到整个的体育创业领域是什么呢 就是两件事情 怎么样利用专业能力提高运营的效率 以及提高市场价值 什么叫专业能力 我的策划能力很强 我的策划能力很强的话 我能够去组织各种各样有创意的活动 让消费者对这样一个体育明星 对这样一个品牌赞助的一个行为 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 并且能够转化成为品牌的收入 能够转化成为这个体育明星的知名度 这个就是一个在创意方面的专业 除了创意之外的话 我们说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专业 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都知道在娱乐营销这个领域的话 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叫大数据时代的这么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通过数据驱动 通过数据营销 通过数据来去判断 这个事情的好坏来做决策 但是在体育这个行当的话 还远远没有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发达的程度 因此如果在大数据这个方面具备有一定的基础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 我们把在娱乐营销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一步一步的往体育这个领域里面去挪呢 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接地气 而且也是这个行当所迫切需要的一些创意机会 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些体育创意公司来讲的话 目前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叫做活下去 做起来 也就意味着 第一你需要资本的支持 第二你需要反复打磨商业模式 首先保证自己不亏太多 能够持续地做下去 只有你做下去 坚持下去才能真正的等到整个中国的体育消费市场 释放它的市场红利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于创意公司来讲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熬的一个过程 需要大量的融资 需要把你的故事一步一步的从一个讲故事的状态落到地上 也需要不断地为这些IP提供服务 然后来提高你在整个市场上面的知名度 来确保在未来的那么一个状态里面 在未来那么一个 这个行业已经开始挣钱了 开始获得规模性的状态里面 能够帮助自己挤入到IP的服务的产业链里面来 这个就是当前体育创业 我们说对于每一个创业者都必须要思考的一些问题 继续讲一讲 怎么用专业能力提高运营效率呢 比如说就是拿我们所做的这个产业 搏击产业来举个例子 我们所从事的这个武术搏击的话 它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 整个的搏击这个行动的话 大概可以分为三大主流运动 第一类叫做这个拳击 拳击是只用拳不用腿 第二类叫做自由搏击 也就是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运动 叫就是拳腿组合 但是呢不带地面剂 倒地了之后 裁判会说stop 会把大家分开 第三类叫做综合格斗 或者是MMA 这个它的重点就是 你进入地面之后的话 还是能够继续的去缠斗 这个是三项运动的特点 我们所运营的品牌 赛事品牌叫做武林峰 也是河南卫视 其下一档子 运营了14年的赛事品牌 我们利用我们的专业能力 为这些赛事品牌 为武林峰这个赛事品牌 带来了非常多的变化 举个例子 原本武林峰这个赛事 它在广告招商的时候 它所面向的一些客户 它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投放河南区域市场 因为河南人口多 是全国第一大省 有商议的人口 那么他们的广告投放的目标 就是我们怎么样 通过武林峰这个赛事品牌 去接触这些个市场 去接触这些个 就是河南区域的这些民众 但是在我们接手之后 很重要点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跟这些品牌客户讲清楚 武林峰不仅仅是河南卫视的一档子 黄金浪栏目 更重要的 它也是中国武术搏击市场上面 一个非常非常顶级的赛事品牌 它所能够连接的消费群体 远不止河南区域的这样一个受众 更多的是什么呢 是覆盖于全国范围的 这么一个武术搏击的一些爱好者 包括喜欢看比赛的 也包括喜欢参与这些搏击运动的这些人 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战略性的方向的调整的话 我们帮助武林峰在商业开发这个方面 整个就换了一个调性 原来赞助武林峰的 基本上都是有之于去打开河南市场的品牌 现在赞助武林峰的 基本上都是有之于打开武术搏击的品牌 包括我们说匹克 包括中午五鞋等 这些从品牌赞助商的这一点来看的话 我们就把赛事品牌更加精准的做了一些定位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在赛事运营 然后再怎么样做线上线下结合 怎么样把很多更先进的理念 引入到武术搏击这个行当之中来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也正因为如此的话 我们才能够从赛事IP的增值当中 获取我们的足够多的这样一个盈利的空间和盈利的收入 对于其他的武术搏击类的赛事品牌来讲的话 也是一样 如果按照原有那个模式去做的话 很有可能我们再怎么努力 都是做不过原有的团队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新的理念 新的方法 新的思路 引入到这个行当里面来 去为这些赛事IP服务 去提高他们的运营效率 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 缩短他们触达消费者的路径 去提高这种消费的转化 我们需要把我们绝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这个领域 而不是放在他以前的运营模式里面 也就是按照这个新的思路去做 按照新的思路去发展 那么这样子的公司 我们说作为一个新型的体育公司的话 在整个体育市场上面才能够寻找到立足之地 而不至于说是 就是大家永远都在原有的那么一个 这个市场的小 很小的一个这个格局里面去做蛋糕 我们只有把蛋糕做大了 才能把这个蛋糕给切好 而做大这个蛋糕 实际上空间是非常非常广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产业是从2014年才开始市场化的 在一个刚刚市场化的地方的话 存在着大量的创业机会 什么意思呢 现在整个的产业对于我们的IP的支持力度都不够 这些IP对于市场的影响力不够 使得这个IP的商业价值是受到极大的限制的 我们只有说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公司的运营 通过自己的创业 帮助这些IP取得了更进一步的拓展 帮助这些IP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 以及更加精细化的去提高了他们的运作效率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IP增值了 它增值了这部分商业价值中的话 我们从这部分商业价值中去获取我们应得的一个部分 这才是一个非常非常靠谱和和这个能够接到地气的这么一个运营的方式 而在此过程中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非常擅长和专业的地方 我们需要怎么样把这些IP的需求和我们自己的专业能力 以及和这个市场的环境所有机的结合起来 也只有这样 这条体育创业的道路的话 才能越走越长 越走越通 越走越顺 不然的话 就会像比如说乐视体育这样 由于商业模式出了问题 而且由于我们的运营成本过于的高昂 没有办法从市场上面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个也是我们的体育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需要去尽可能的去避免和杜绝的 在目前这个阶段 在当前这个市场环境之下 一家体育创业公司要想挣到非常可观的回报 很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领域它不是入场的好时候 实际上的话 现在正好是入场的时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